当晚11点 象山交警到达事故现场后发现 一辆白色宝马车撞了护栏 安全气囊已全部弹出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浑身酒气的女子 她当时跟我们说是司机 于是我们就对她进行了呼吸解测 解测结果达到了124毫克每100毫升 达到了最久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这时一名男子走到交警跟前 表示自己才是肇事者 但女子坚称是自己开的车 两人是恋人关系 在确认女子为事故当事人后 交警让女子站在车旁边拍照取证 此时男子拉开女友试图阻止交警进一步调查 由于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 我们当时只对那个男子进行了严厉的警告 有些英雄不能逞人 如果明知对方坏罪而做假装包庇 构成包庇罪也是触犯刑法的 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只要应该是老公站的 感谢观看